花蓮市公所協助民情幼儿园举办太旧幻星邮聚工程 预计在10月底可以完工 市长温嘉前9号上午特别在市立幼儿园的园长 曾凡杰培红之下到现场来视察工程进度 花蓮县民情幼儿园市内及户外邮聚 部分器材已经使用多年出现安全疑虑 而花蓮市公所三维民情幼儿园的土地主管机关 则协助办理110年度教育部国民集学前教育署补助的公共化幼儿园游戏场改善计划 获得补助经费90万元 在今年6月初开工逐步更新校园内的游气空间 感谢市公所然后在他们团队就是协助之下 让我们民情备利幼儿园的户外的一些公共改善的一些工程 那很顺利的完成 那目前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让这里的空间 那透过其他就是多变化的一些多元的游距 让小朋友可以其实在这个空间有安全跟多元的一些方式 可以探索跟进行 而市长卫嘉贤9号上午也在市立幼儿园园长征帆节的陪同下 前往视察目前的施工状况 那我们希望说在开学期间能够提供给更多的孩子 那更多游距的选择 那毕竟疫情这段期间很多孩子都闷在家里面 很多地方都不能过去 那也期盼说未来解封之后 能够开学之后 能够让孩子到学校里面能够快乐的游玩 那在此要感谢我们民情幼儿园的园长 还有理校长在这段时间对孩子的 不论是视讯的关心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方面的关怀 那更感谢我们幼儿园 曾园长在这段时间的一个公共工程的部分的大力协助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全新游距未拆封剩下最后的组装验收 花莲市公所协助办理太旧换新游距工程 就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在安全有趣的游戏氛围中 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并增进学童的潜能发展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